为了有效利用烟业馆闲置空间 竹山镇公所自去年起 也积极规划于此处搬理活动 日前竹山镇有赏欢乐派活动也热闹登场 现场除了播放纪录片 与进行空拍尾电影颁奖典礼外 也邀请多个社区及团体来摆摊与演出 仙艺员游浩一早也到场关心活动 并肯定活动为地方观光所带来的帮助 竹山的烟业馆这边特别举办了 有赏欢乐派特别的活动 那在现场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个 比较创意的DIY 包括竹艺的一个竹盆栽制作的DIY 就像这个样子 它都是展现我们竹山的一些特色 那也会看到我们的 包括气泡水的一个制作 以及包括我们现场的话 我们竹山许多的一个社区 它在这里有做一个特色的摆摊 它也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竹山镇 还能够更活泼更活化 今天有赏欢乐派的这个活动 那非常的热闹滚滚 也希望说借此能够带动 竹山的一些观光的风气 还能够让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推广 是一个竹山的特色亮点 烟业馆空间闲置多年 正公所能够用心规划重新活化 先议员吴瑞芳也相当肯定 并欢迎乡亲 有机会都能够前来参观 并参与各式活动 先议员参门儿也感谢 正公所得用心规划 让烟业馆重新活化 成为民众喜爱的空间 也希望能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 使地方发展提升 经济火落 在我们这个镇长上任以后 开始在我们竹山镇的烟草馆 办到很多很多活动 让我们竹山的社区 甚至于说所有的舞蹈班歌唱班 所有的活动都在我们竹山镇 最继续的地方在这里办 可以带动很多地方人潮 希望照着大家的人动 大家请来我们竹山镇 走走看看 可以让我们中心的地段 慢慢地活络起来 进而带动我们竹山市区的发展 议长和尚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希望烟业馆这闲置空间 透过有效利用后 日后能带来人潮 促进地方经济的成长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